浮針其實它是引用至內經直針刺 引皮刺織的概念 吃做的過程大部分都是在皮下疏鬆的結地組織 所以它也不會去刺激到肌肉或其他重要的神經跟血管 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多疼痛的反應 哈囉大家好我是翔哥林醫師 今天要跟各位來談談浮針 也是翔哥目前在我們門診中 常吃做的一個治療工具 浮針其實它是引用至內經直針刺 引皮刺織的概念 在1996年由浮仲華博士所發明 浮針是透過特殊的競爭器 專利性拋棄式的浮針所構成 那浮針通常它作用的理論基礎 是基於西醫的肌肉解剖理論 也有別於一般中醫傳統治療的方式 那浮針因為它施作的過程 大部分都是在皮下疏鬆的結地組織 所以它也不會去刺激到肌肉 或其他重要的神經跟血管 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多疼痛的反應 接著我們比較 傳統針灸以及西醫的肝針 還有中醫目前使用的浮針 三者它有什麼區別呢 傳統的針灸它針刺的位置 主要是在我們中醫十二針金的穴位上面 那它作用的層次 主要還是在肌肉豐厚的地方 那治療過程中 我們會讓患者盡量有一個得氣的反應 也就是所謂的酸麻重脹的感覺 治療過程中 可能會讓患者搭配一些簡單的一個肢體活動 那我們稱為動氣療法 那西醫的肝針呢 它治療的位置主要是在肌肌膜的疼痛點上面 那治療層次也還是在肌肉 那治療中的反應呢 它會盡量讓肌肉有一個抽搐的反應 我們稱為muscle twitch 通常這時候是不會讓患者做任何的動作 接著我們講到中醫目前所使用的浮針 我們主要下針的位置是在肌筋膜肌痛點 附近周圍正常的組織 那它治療的層次 是在肌肉跟皮膚中間的那一層筋膜層 那治療過程中 我們盡量是力求無痛無刺激 所以在接受浮針的治療過程 並不會有任何不適的一個症狀 治療的過程 我們讓患者不適的地方去做充分的活動 那用意就是為了說讓這個有問題的肌肉 它透過肌肉的主動收縮 來改善它的血液循環 進而解除這個疼痛的狀況